大家好 今天又到我們小龍輪世的時候 我們過去跟大家分析了很多 我們今天都希望分享下 接下來的股息的走勢 而我們也看到 譬如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 恆新指數曾經大跌過400多點 400多點 所以我們今天都希望跟大家 在視播用技術分析 為了鋼琴理論 周期理論等等 在我們的欄目中 過去我們曾經說過土木商會 中長期會看到一個 頂部 你會看到 由 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3月份未完 1、2月份 其實都是出現一個高開低走的狀態 我們那時候就說 你看看 過去的土木商會 其實就是土木商會合成了之後 你會看到中長期會出現一個頂部 它就會在高位培回一段時間再下跌 你會留意恆新指數 你會留意恆新指數 而且我們在1月19日出的那段圖表 圖表裏面 我們就說 如果利用和諧交易 可能去到3萬多點左右 3萬多點左右 3萬多點左右 其實有一個阻力位 你會看到去到那個位差不多 恆新指數好像最高位是3萬1千多 其實在接近那個位 它就反覆做了一個雙頂回落 在1月19日之後 就立即跌了2000點 之後 去到2月中 也都開始再跌 而我們接受訪問 Imini的訪問的時候 我們也都說過2、3月的股市會會跳 當然在1月份的時候 他們就很怨 你又說中長期會變高位 那我立即敷衍你的股票 不要緊的 你看回今天的結果 就是 很多人買新經濟股 那你 外面也有很多人都 表示 可能這一浪裡面有一定的損失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想去 講其他東西 反而我們想去看看 未來的股市的走勢 是會怎樣 而我們接下來也會有一個 TOP會和Imini合作的 有興趣可以報名參加 這個報名表在這裡 好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債息 首先我先說一下債息 首先債息裡面我們曾經說過 在我們這張圖 我在Imini的專欄 在2018年1月13日 那時候我寫 2018年 會出現一個 35年的周期 債市裡面 無論是10年的債息 或是30年的債息 都會出現一個 30年的周期 而35年的周期 是由1946年 到1981年 走到35年的 債券紅市 因為債息升 代表債價跌 而 1981年 到2016年 就走了35年的債券 牛市 即是債息跌 所以 債價 是升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張就是當時我畫的圖表 那時候我就說 有一條20年不破的 20年不破的 阻力下降軌 那這條20年不破的 下降軌 我那時候就說 2017年那時候 大家要小心 2018年那時候要小心升穿 所以我覺得2018年會跌 跌 所以 現在就升穿了 最後2018年升穿了 又在這裏升穿了 所以說錯了 2018年那時候升穿了 那之後 到今天又站在 這條上升軌上 現在是小村 因為我們 記住這個是月線圖 它會走得很慢 但是現在是一個小村 如果假設它站得穩在這條下降軌上 大家就要小心 未來會出現這個債券紅市 如果出現這個債券紅市 它反彈譬如0.36 0.236 或者0.5 其實都絕對不出奇 我當它反彈0.236 其實可能已經去到3厘4厘了 但是 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是公市債和新興市場債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開始說 例如香港昨天有通脹 香港的通脹 你記不記得我經常說 最小心應該是要通脹和滯脹 所以我又說要買黃金 我不是覺得黃金可以 去抗通脹 而是我擔心更加多的 比較惡性的通脹 等等出現 這個我們留在iMoney的頭上 再講 或者我們遲些 找一個節目 找一集出來 特別去講一下 但是 現在我們如果這樣的話 就會逼到 譬如金管局那個 新的主席 都出來講 他就說 怕如果他一收稅 給他一收稅的話 香港或者亞太區的熱錢 一炮過回流回美國 那就很嚴重的 這個我們2018年也發生過 2018年也發生過 但是 現在 所以這樣說 大家如果玩開債券的朋友 就要小心一點 另外就是 一件事就是 你留意這張圖表 這張圖表裏 你會看到 一件事就是 這是美元的 美元的 日線圖的圖表 首先 我們之前 不知道在哪個 地方 不知道在我自己的 Youtube 還是 iMoney的Youtube 我們都跟大家講過 如果假設 站在這條線上 這裏是一個 成交密集區 如果假設 美匯站在這條線上 如果站得運 大家就要小心 首先 現在 他有機會是 做一個小雙頂之後 或者是 這裏 橫行一段時間 再上 如果一標上去 起碼這次的美匯 看回93-94 左右的水平 那就比較嚴重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2020年的 3-4月 美匯指數是 104 104 如果他反彈 0.5 或者是0.386 其實都很正常 很正常 而且 這一浪也都代表 可能會不會有部份的熱錢 因為這次的股息壓低 而令到 那個 熱錢的回落 但是 我們說回一些 實務一點 是香港 那邊的 股市 首先 我之前也都在其他地方 我們說過 因為國內 為甚麼 1、2月的北水 那麼嚴重 原因就是 因為 很多大量的新基金 發行 叫做日光基 這個我們又可以 訓練出來說 因為太長了 這個 topic 日光基 日光基的意思就是 一日之內 就賣清江的 債券基金 所以叫日光基 類似是甚麼 他們在 好像是 1、2月的時候 發行了 幾千億的新資金 其中一些 是用港股 做主題的基金 所以 大量的錢 因為他們 成立了 可能 建倉 很快 很急 就想建倉 所以 就不停地通過北水 去建倉 盡快買 建了組合 再去 做第2個第3個第4個 但是 因為 自從股市匯調了之後 反而 整個 基金的銷情 就馬上冷卻了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首先 基金是可以隨時收回的 例如之前有一個女生叫做夢圓 你可以大家上網看 夢圓就是 80後的 一個新的基金經理 開倉不夠 好像12個星期 那個基金就下跌了20% 其實基金可以隨時收回 一收回那一下 其實他們 之前建倉可能會 提走 港股通提走 或者就算是這樣 現在沒有一個 一個新 銷情減慢 其實一些新的北水 也都會減慢流入 這個東西其實你都看到 譬如我用這個 引用法國巴黎這個 銀行的網站裏面的資訊 就是港股通的資金流 其實你會看到 北水的流入絕對是慢了很多 甚至有些時候是流走 譬如昨天是流走 15號是流走 等等 也都沒有以前 二三百億一天那麼誇張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 很大件事 的 什麼 因為 如果你看回資料 譬如 可能港股變成新股 新股 你會看到 好像 上升的力度都沒有以前那麼大 加上也有些新股 分了有些市場的注意 去那裏 所以這個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要有北水的熱情 那譬如有些股票 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一集說過 有二三 譬如那隻股票是100億成交的 特別是那些港股通 熱銷的股票 基本上有50% 60% 70% 甚至最誇張是 譬如那隻 減慢的話 其實這些股票的動力就會 減慢 一動力減慢 就可能 甚至有些熟回 那整個力量就減少了 所以可能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調 當然它也有個消息 去配合 但是 譬如這張圖就是 1月19日的時候 畫的圖 現在就更新的走勢 你會看到現在 剛好 正如這個題目 講過下跌 我們看這個 重要的支持位 如果我們回調 這個harmony pattern 即是和諧交易回調 如果成立 回調到0.320 28,100點 28,100點 這個大家要留意 這個位置 如果一跌穿 的話就要看 可能27,000 或者再下一點 那這些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 28,000點 28,000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位 如果一跌穿 大家 可能有很多投資者 投資股票的投資者 特別要留意 這個走勢 也都看到 我們之前說的 科技股指數 我們之前說的 0.786 到了 現在 那條上升軌 我們正如之前那一集 它很久都站不回 在上升軌樓上 大家就要留意 現在它下面 捉著一個底 究竟是 再插進去 再插進去 還是打上去 很快就會知道 但是 如果它仍然在 這個下面 那裡徘徊 那就有機會 再跌穿 0.786 如果一跌穿 0.786 引發的波動 就會更加大 0.786 大概現在 7600左右 科技股指數 恆生科技股指數 而我們今天也都去 在科技股指數裡面 講一隻股票 這張就是3690美團的股票 美團的股票 我們會看到 現在我們拉一條上升軌樓上去 拉一條上升軌樓上去 我們會看到恆生指數 對不起 美團這隻股票 剛剛好在這條上升軌樓上 今天再打穿了 這條上升軌 如果這幾天 它收不回上去 而且它繼續跌穿 跌穿300元這個位 0.320 0.320 308元這個位 站在300元的樓下 不可以短時間打上去 那就要留意這隻股票 會不會還有壓力 壓下去 如果繼續壓下去 就要挑戰261 或者213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首先我之前在我自己的節目都說過 就是 春分之後 要留意春分之後的走勢 春分 如果在占星學裡面 是代表一年 的開始 今年 很坦白說 我自己覺得 除了從占星學裡面說 你說 疫情是不是會很差 不是 但是會反復 會反復 但是 今年如果你說 疫苗的話 可能是 年中 到 秋天的時候 會有一隻 那段時間會出 一些比較 可能更加好的 效果的疫苗 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疫苗就會反復 出來的 但是就會沒有去年那麼誇張的 沒有去年那麼誇張 但是 經濟是絕對不一般的 經濟 首先經濟跟股市是分開的 經濟是不一般的 真的不好的 但是 大家要留意 比如這隻 股票 大家就要留意 究竟 當它反彈到了春芬 一年就一年的新的一年開始 那之後我們就會去 下一個比較大的 節氣 應該是清明那一頭 清明復節那些 字眼 但是就要留意 究竟 現在這些股票 很多股票都是類似 好像美團 這樣的 出現了 要留意 這些這樣的支持位 這些這樣的上升軌 因為這條上升軌由上年的三月 到現在 如果真的跌穿了 站不上去 那大家 投資者就可能要 注意這些這樣的 指數成分股 好 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也都在下面留言 給我們一個留言 當然支持也可以 如果有問題 或者你想我們講什麼題目 譬如我們現在有幾個題目 我想講的 譬如樓市 或者商務的 雙下的樓市 譬如很多甲級市場的租金下跌 或者有什麼股票想我們分析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跟我們去交流一下 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去譬如我們這個 講座裏面跟我們交流一下 好 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希望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未來股市的看法